10月7日,NBA季前赛继续进行,七室队阵凯尔克人队。 众所周知,今夏七室队的第一巨星,也是NBA先议第一巨星詹姆斯离开了球队转会去了胡人队。 那么张黄走后,他的更衣柜归哪位球员使用了呢? 在前,有NBA记者带着这个疑问,探访了骑士队的更衣柜,结果到场的记者找了半天,都没找到詹姆斯那个更衣柜对应的新主人。 今夏七室引进了科比西蒙斯等新员,但记者对着名字一个个的看,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,对应的都不是原来詹姆斯更衣柜所对应的位置。 最后单记者看到角落时,终于恍然大悟,原来在张黄茨走后,他的更衣柜员骑士球员无人敢用,而新来的球员就更没有资格去使用了。 大家都将这个衣柜空了出来,而对于球队来说,始终空着这个衣柜,好像不大好看,有点啥风景。 于是提示对后勤保障人员做出了这样一个有创意的决定,他们把这个区域重新录改造利用,拆掉了更衣制衣柜,新打了三层额板上去,直接改成了毛巾摆放处。 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,真的是出人意料,让人绝对意想不到啊。 感谢观看